100 days to go 全部结束了 另外在昨天进行的一场 卡塔尔Star League 卡塔尔本土的新联赛 其中的一场比赛 放在了Lucel Stadium 也就是本届世界杯的 决赛举办场地 卢塞尔局场来进行 大家可以看过 背后的这个背景 就是昨天 Lucel Stadium进行第一场 正式比赛的一个情况 那昨天又发生了一件 特别有意思的事 谁能想到 本届世界杯决赛场地的 卢塞尔球场 承办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第一声开场哨 它竟然是一声野哨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还是先来 带大家云看一下 卢塞尔球场 卡塔尔虽然是一个 相对开化的穆斯林国家 但是在球场里 女性观众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有了少数女性观众 也是这样非常传统的服饰 另外我看他们的男性球迷 好像大部分穿的 也是传统的白色的罩袍 不知道在世界杯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扮 当然了 对于外国游客 要求和限制 肯定会放宽一些 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毕竟我们去到当地 还是要尊重当地的整个文化传统 整个Lucel Stadium容量是8万 我今天看了一个工体的进展的视频 我发现这个Lucel Stadium整个的布局 和新的工体非常的像 而新工体又跟哪个球场像呢 对没错 就是俄罗斯的卢塞尼基球场 因为工体就是仿着卢塞尼基来建的嘛 毕竟这个球场超过6万以后 它就只能是往高了修建3到4层看台 所以这个球场的内部的构造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外形有一定的差别 其实我是更喜欢这种专业球场 然后角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看台视角 看球的视野会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这两天呢 带大家已经看了一下世界杯的4座球场了 我虽然只发了3个视频 但是昨天还有一场比赛是在阿尔赖羊球场 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叫做 爱哈迈德本阿里球场的ABA球场 这个球场在之前我其实也已经发过了 所以本届世界杯呢 还有4座球场没有借给它神秘的面纱 我想随着世界杯的临近 主办方也会进行一些测试赛的安排 可能会有更多的卡塔尔本土的联赛 会安排在世界杯的球场来进行 由于这两周来采集这些相应的素材 我也看了一下卡塔尔的联赛的转播 怎么说呢 就是一言难尽 毕竟还是由于卡塔尔本身 国家面积和人口的限制 整个国土面积没有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大 人口也就不到300万 其中90%都是外籍的劳工 所以整个联赛的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 强队的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亚冠淘汰赛级别 这样的一个较量 但是弱队的比赛就有点中超中下游 或者是中甲的冲超组之间的比赛 所以说这球场是好球场 但这个比赛这真的是一言难尽了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先带大家先度为快 看一看是这杯决赛球场的一个风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柴克 再见